有人哪爱吹牛 据说你们男人都爱吹牛 是吧 吹牛特有面 吹牛有面 那是当下 那是此刻 那你吹完了呢 吹完了爆雷怎么办 兑现不了怎么办 北约欧盟啊 他们也喜欢没事吹牛玩 前段时间一高兴 说支援乌克兰100万发炮弹 155毫米的 结果才过了几个月 完了 吹爆了吧 你看看泽连斯基 什么眼神看你们 泽连斯基说 你们这帮殖民主义 深入骨髓的老鬼子 你们骗人骗惯了 骗我们加入北约 骗我们跟大毛闹翻 骗我们现在上不去下不来 你们现在天天支援以色列 人家都不需要你们支援 你们还填着来往上送 泽连斯基最近心情极其不好 那个心呢 拔凉拔凉的 欧盟没有办法兑现 向乌克兰提供 100万发炮弹的承诺 这事刚开始说的热闹啊 泽连斯基从开始就怀疑 泽连斯基早就看出来了 你们这帮家伙不诚实 不实诚 欧盟防长会议 这两天不是在布洛斯安尔开吗 会议假情假意的 聚焦欧盟向乌克兰提供 更多的军事支持 说归说呀 你光嘴上说有什么用啊 你今天春天做出的 向乌克兰提供 100发炮弹的承诺呢 这么一个具体事 你们都放了空炮 你眼瞅着就无法实现了 你们光说那些空话 有什么用啊 乌克兰现在情况相当危机啊 乌克兰缺炮弹 泽连斯基缺炮弹啊 你们光放嘴炮 你这不是折腾人吗 最新消息 乌军从去年夏天打到 今年冬天 大反攻 全线势力 最高推进速度 不过25公里 打了一年多多 去年夏天到现在冬天 那一年多了 25公里 乌龟爬的真比这个快 别说 前天月里突然乌克兰呢 方面传来一个好消息 说乌克兰大军取得重大突破 路透社也跟着报道了这个消息 说乌克兰军队呢 正在试图沿着赫尔松地区的 南部的地涅波河沿线击溃俄军 赫尔松南部沿着地涅波河沿线击溃俄军 好消息吧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宣布了 说我们乌克兰的军队 在俄军控制的地涅波河 东岸取得一个立足点 这个非常重要 王远勒说 这有可能让乌军开辟出一条攻击 克里米亚的新战线 当然 这是乌克兰方面老战术 就喜欢这么一惊一乍的说 这个攻击克里米亚的新战线 如果要是能开辟出来的话 这得取决于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俄军手脚被绑起来 第二个条件 俄军的耳朵聋了 眼睛瞎了 第三个条件 俄军在不投入反攻的背景之下 任由你占领这个地方 那也不容易 是吧 乌军现在是太需要一场胜利来刺激刺激了 泽连斯基红着眼睛喊 我要炮弹 我不要嘴炮 你们少跟我打嘴炮 欧盟安全与外交政策高级代表 叫伯雷利 这个人我以前多次讲过他的事 他说库存炮弹我都给乌克拉了 我给你了 我现在只不过是我做不到一百万发 我都给你三十万发了 我现在没法兑现 我这么跟你说吗 焦底吧 一百万发炮弹 不但现在没有 明年三月也没有 一百万发炮弹 就是当时说冒了 因为这件事情取决于军工企业接受订单 以及我们工业的加工速度反应能力 德国防长叫皮斯托里乌斯 他也说的比较直接 德国人 反正就这么一个情况吧 一百万发炮弹确实没法兑现 他就差一点说 小泽连你死了这份心吧 我个人可从来没承诺过的 知道吗 我承诺过一百万发炮弹吗 那都是别人说的 德国也没有承诺 泽连斯基心里想的是 你们这帮骗子 以色列几十万大军把袈裟围起来 杀到袈裟里面去 在监狱里面实施屠杀 双方实力严重不对等 以色列呢 优势 那简直要有什么优势 有什么优势 根本用不到那么多的武器装备和军队 美国把两艘航母开过去 美国大型阅书记一趟一趟送武器 送最尖端的设备 我们乌克兰打得这么艰苦 却得不到你们的支持 你们总是骗我们 你们总是口惠 实不至 对泽连斯基来说 你知道现在最让他气愤的是什么吗 你们武器不到位 一百万发炮弹 没有也就算了 你们还把摄像机 照相机都收走 什么意思 因为记者采访的少了 没有人对着他拍了 南一号那种伟岸的形象 大家都去拍那坦尼亚胡了 所以泽连斯基非常之愤怒 乌克兰还能打下去吗 告诉各位一个信息吧 美国呢 已经多次跟乌克兰方面商量 要乌克兰在你承认损失的情况之下 和俄罗斯签订协议 泽连斯基已经修改宪法了 宪法是不允许跟俄罗斯谈判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你是个小木偶 编剧告诉你 到这该进入谈判的戏码了 泽连斯基 现在被冷落是小事 泽连斯基接下来可能要遭遇的事情是什么 有可能 在他自己实在下不来台 怎么跟俄罗斯谈判 那有可能换一个人 再跟俄罗斯谈判 可悲啊 泄莫杀驴 这个命运对泽连斯基来说 可能是不久将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这期节目说到这儿 最后的问题 也请大家想一想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再见 再见